女性的力量座談會 政府中的女性高官 星期日下週 美國亞太聯盟Apapa 在奧倫市華埠的亞洲文化中心 舉行了一個座談會 今次的主題是女性的力量 參與分享的分別是 阿納米達院院參事陳婚英 阿納米達院地區檢察官Nancy O'Malley 和奧倫市警察局局長Anne Kipatchik 他們坦誠地分享了作為女性官員 在職場上遇到的困難 更重要的是 在家中和事業之間如何取捨 陳婚英說自己是家中的第二個女兒 名字婚英就是爺爺希望她是男孫 所以才起的 無論作為一名華裔 還是作為一名女性 她都面對過各式各樣的歧視 而面對那些行為 她們給的建議都是 不要被這些歧視行為打倒 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 Nancy O'Malley說面對質疑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解決問題 對於現代的年輕女性來說 最大的壓力在於她們有能力 但是怎樣在事業和家庭之間取捨 三位的自身經歷都不一樣 不過她們都和在場的年輕女性 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Anka Patrick說 她小時候 爸爸媽媽送她讀大學 就是要她去找個好老公 警察、檢察官、政治家 這些職業傳統上都是男生的志願 不過不代表女性做得不好 甚至做不到 只是需要更加多的人 去認識這些職業 而阿泰聯盟東彎分會主席 穩習慶認為 她們做的就是要提供這些平台 給更加多的人 可以了解政府官員 尤其是候選者在做什麼 讓選民的聲音和意願被重視 更多的華裔官員 可以站上政治舞台 而一些都是她們努力的目標 天下維持記者 梁麗娜報道